对 我们想脸书这样一个高科技的IT公司 被渗透或被利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 过去有过一个雅虎公司泄露用户的邮件信息 导致中国的维权人士议人士被捕事件 后来雅虎公司为止在国会作证 被迫道歉 然后赔偿了巨额的金额 所以现在的情况 Facebook的总裁扎克伯格非常的媚共 他曾经邀请中共艺术形态方面的主管 就类似于希特勒德国时期的格林 不是格林 格佩尔 就是掌管宣传机器的这样一个人物 到他的办公室参观 并且展示出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习近平文选 那就是说明扎克伯格对习近平的思想著作还进行研读 到中国的时候也是配合中国的宣传机器 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也就是说想进入中国市场 但是这种做法类似像法西斯 像这种邪恶的势力低头 甚至跟他们进行魔鬼交易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足为道的 甚至要加以谴责的 所以我想现在应该对Facebook要求 他不但要做出道歉 而且要给予泄露信息的用户赔偿 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这种 个人隐私 信息安全 他这种商业公司配合一些专制国家的行为 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 我觉得这种案例应该加以重视 并且让他做出深刻的反省